你要一个加,那如果清单数量多的,超过五个十个,哇,那你不得了,你要写一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也可以用回圈,你也可以不用回圈,不用回圈,也可以写的出来啦,所以我看过啦,很多有些工程师可能比较差一点的,他就是什么,为了反正交差嘛,他想不出怎么写,就一行一行写,哇,写的很多很多,但是如果你不看成他的程式,还以为他真的就,其实他背后就是主行写了, 当然刚开始,你实在不会,没关系,你要把事情先做完再说嘛,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要怎么把它改,改成回圈式的,那回圈式一,我的习惯是会先把它,怎么样,注解,不是把它删掉,而是把它当注解,我前面讲过啦,这边按右键,这边有个编辑,有没有,按右键编辑,这边有个使程式变成注解,这个功能,其实你会看到,这里面,反正你只要把我上课讲的, 就是因为我讲来讲去啦,其实大家写作的那些流程啦,风格啦,其实大同小异,而且,不过因为有些同学没有,前面一个阶段的训练,所以可能会少很多东西,那如果你实在缺乏那些啦,我就建议啦,不然没事的话,你就看一下YouTube吧,前面阶段有些其他地方上课,反正你就耳濡目染, 有些东西啊,真的要点时间,你就听一听,做一做,听一听做做,慢慢慢慢你会发现,有一天突然顿悟了,开窍了,有没有可能,还是有可能的啦,只是说,什么时候到呢,这恐怕还是需要时间啦,就像我学写程式,也不是我今天学,我就学会了,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很久之后才慢慢通了, 不过呢,刚开始真的很难,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说,有什么东西是学不会的,还真的有东西学不会,所以后来我就把那本陈氏的书,每天背在书包上学就带着,然后没事就把它翻一翻翻一翻,翻好久还是,还是不会,为什么,就很奇妙,后来才发现原来我错了,其实那本书不是给你翻的,他是要叫你做,后来我学会是因为我开始写, 写了,写了我就会了,前面我都没有写,我就用看的,我错了,我以为是用看的,所以很多东西不是用看的啦,说真的,一定要动手做啦,什么时候才等于你会了,就是你把它做出来,你就是真的会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听听就会了,说真的,如果你也抱着这种心态,跟你讲啦,你真的是,你没办法学会,OK,顶多你有概念而已啦,你说我看过, 我看过老师有写出来,有乱出来,他很厉害,想的都写出来,那为什么,因为我只要想到问题,我就动手做就对了,所以接下来呢,要怎么样跑这个回圈,那你要去想说你的逻辑在哪里,我的逻辑是,切到清单这个工作表里面,把这个的清单里面的,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这些东西,帮我搬到我的清单,我的那个combo box里面, 所以写法的话一样,跟那个前面的写法一样,fori等于第二列到哪一列呢,到range的rangea,从那个追踪好了,我们不用写6啦,因为写6的话,每一次都不一样,我从rangea2,向下追踪,向下追踪之后的话呢,xl done,这边xl done,andxl done,抓到他的列,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现在自动会 抓到的是第6,2到6,next,范图我确定了,再来的话呢,我要做什么呢,其实是什么,CM,把东西加在什么呢,加在那个combo box,a里面,就是那个品名,点add item,add item什么东西呢,帮我把这个,这个叙述是sales,哪一列呢,i列的,哪一栏呢,a栏,ok,帮我把它 帮我放到这个里面去,所以他会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直到没有为止,可以看懂,但是特别注意哦,这边会可能需要注意一件事,因为我们可能会是在这个,也可能在这一个,所以这有两个工作表,那你要必须多一个什么,告诉他哪一个shits,所以最后的话呢,可能要补一下哪一个shits,刮糊,你可以用2啦,或者是你可以这边加一个 他的名称叫清单,所以你这边打个清单,然后点,ok,那底下都,记得这边有,底下这边也要有,sales跟range都要,所以再复制一下,好,这样的话就做完了,这个的写法是一个一个的放进去,所以我们这边设个中段底,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initual来,初始化,他就会先把哪一个搬过去呢,这个shits 第一个清单,把这个搬进去,一个个搬进去,所以最后做完了,把它直接执行好了,你会发现下拉,诶,有没有,全部都有,那这个的好处在哪里,就是说呢,如果我今天呢,突然又多了一个,比如说,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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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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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球也會是用增加 那一樣的方法 所以那個地區呢 如果你要改寫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把它註解一下 那寫法要不要重寫呢 其實像我的習慣上面已經寫一個 他把這邊 複製 Ctrl鍵按住複製過來 其實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好了 改哪裡呢 這邊改成C 因為我們是地區的 C2向下追蹤 然後呢把這邊改成C 改完了 有沒有 所以寫一次就好了 其他程式呢 都是複製貼上來的 請問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 數字 假設是2到5 你那個清單 序值清單要放 假設我們是4i的2到5 4i等2 2到5 對 就是都是數字 或是2到6 然後那你的那個 SHIT清單 你要怎麼讓他 如果你就打5就好了 那你要 他要怎麼去找清單裡面的2到6 沒有啊 你就因為你這個是已經寫死的固定了 那寫死的固定 他以後就找到5而已 如果你還有多一區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什麼 東北中西 還有一個C嘛 如果你多一個C 那他就找到5 不會有 就不會多增加 那剛剛你講這個 我寫這個方法 他就會自動增加 因為他是自動追蹤的 好 那你可以寫成這樣 不過這種寫法是 他只會到5就停了 好 這個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有多一個 比如說這邊又多一個C好了 好 假設這邊又多一個 那如果剛剛寫固定的 就不會再往下走 到5就結束了 那如果這樣寫法的話 他 我這樣的寫法 他會追蹤到最下 就是Ctrl鍵按住向下 有沒有 Ctrl向下的意思 好 這個工作表的C2 Ctrl向下 所以呢 如果你Ctrl向下 停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我們將來 那個第幾列的位置 OK 所以如果你自己模擬看看 如果OK的話 那把它執行看一下 你會發現下拉清單 欸 對 因為有時候你看 這個是常見的錯誤 改太快了 有沒有 這個細節 其實我常常講 這同學就常 其實我自己也不免 難免會這樣 因為我要一邊上課 一邊講 然後一邊錄影 手一邊動 只有一隻手而已 所以 常常會有一些遺漏 不過我寫成是還是真的會很專心 但是我不要寫很快 不用急躁 因為真的 對的事情 很快就做完了 但是呢有的人 一直寫 亂寫 寫一堆 寫完之後呢還是錯 有點像亂槍打鳥 對的事情做一次就好 所以我們把它執行 有沒有就對了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有的同學其實說真的 我的城市的特色就是 城市越短越好 所以你會發現 城市沒幾行欸 真的 123 而且這123 他長的都一模一樣 所以未來如果你有很多清單的話 記得啦 把這個拿來當範本來改就好了 OK 你剛開始如果背不起來的話 沒關係 你就拿來當範本 那以後的話呢寫熟了之後你也會啦 慢慢你就知道為什麼 那再來的話 OK 所以下拉清單之後 那如果選了玩具 應該這邊要跳出單價 欸對不對 所以呢接下來齁 欸這個地方可能要在 這一個 這個物件裡面呢 要去執行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當這個下拉清單 裡面的資料 Change的話 那幫我怎麼樣 把單價帶過來 那單價帶過來呢 那單價帶過來呢 前面我們是用VIRU函數 去幫我去比對 可是在這裡特別注意喔 因為喔 這邊是VBA 他沒有辦法直接丟公式 丟公式不會執行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用VBA的寫法 那怎麼寫 比對嘛 反正玩具 玩具 FORI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如果比到一樣的 那就把他的B欄的資料 幫我帶過來 成是就寫完了 所以跑個回圈就OK了 那至於怎麼寫呢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再來看齁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齁 其實這些東西齁 表單如果你真的會寫會用的話 所以真的 要做一個禁銷存系統 也不要說禁銷存 做一個你工作上需要的系統齁 真的是綽綽有餘 而且非常非常好用 為什麼 因為他基本上 介面都有了 再來呢 儲存在哪裡 儲存Excel裡面 儲存的裝置也都有了 儲存資料的地方 你也不用另外去找一個資料庫 所以這一點 我是覺得是最方便的地方 所以這個請各位試試看齁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個Change